好,盘老师限量教学又来了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在影片中常见到的一些效果 比如说这一段我们在看影片 我们在播放的时候 突然发现其中一段 啊,这一段真特别 我们给它来个慢动作该有多好 或是这一段感觉我希望放快动作 来加速它匆忙的效果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一旦加效果都是一整段 那怎么有办法让它在中间那一段单独加 这很简单就是把影片切开来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看这边有没有 这边有一个加长时间看到没 哎,加号 我们把它按一下 它就会把它拉长来显示 好,这时候我们在播放影片的时候 它的时间轴会一直跑跑跑跑跑 跑到一个特定的地方 我们决定要把它发现从这里到这里 哎,我们希望把它切开来 中间加效果 好,那切开来的工具在哪里呢 请你看这边,这边,这个 这个就可以将原来的画面 你看到没 一切为二 按下去 好,你看它变成两段了 那我刚才讲的另外一段 假如在这里的话 你可以注意一下它时间 到底是几分几秒 点一下 好,如果不对稍微拉动一下 那么这边是下一格 它会一格一格跑 你可以用这个来做微调 好,这两格 那这是底,这是头 用中间这两个来做微调 好,找到你要切的画面 那一格的画面的时候 再按下切割 好,中间这一段就被单独切割出来了 这时候你把它按下视讯效果 就可以把任意一个画面 比如说双倍加速 拖过来 它就变成快动作 如果你找到二分之一速度的 它就变成慢动作 那么要提醒你的是双倍 可以连续加两三次 它就变成快好几倍 慢速也是一样 那么是不是只切一段 你可以多切好几段 做更细腻的切割 总而言之 这个按钮就是切割的按钮 当它在中间的时候 它就可以按下切割键 这是切割的方法 谢谢大家